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迎接七夕情人节 香港都会爱情电影《闺蜜》 抢在本周上映 剧情描述三个性格迥异的姐妹涛 因各自发展的恋情 让原本紧密的情谊备受考验 本片集结陈奕涵 余文乐等 两岸三地人气演员 以幽默手法探讨都会女性情感 另外全球卖座的街舞电影《舞力全开》 推出第五集 前四集的要角《全员回归》 结合超炫舞技和快闪艺术 带给观众一场华丽街舞秀 宣幕特效搭配动感舞步 全球最卖座的街舞电影《舞力全开》 推出第五集 系列明星角色全员回归 挑战拉斯维加斯舞蹈大赛 舞者大秀360度控抛动作 和高难度活舞 挑战人体极限 结合3D视觉特效 再给影音一场华丽街舞秀 香港爱情电影《闺蜜》 集结陈奕涵 余文乐和周翰良 等两岸三地人气演员 剧情描述无话不谈的姐妹涛 同时爱上放荡不羁的男歌手 紧密友谊面临讨厌 导演以新纳台词和幽默手法 探讨现今都会女性情感 日本知名邪心剧团一人 自导刺演电影《青天霹雳》 找来男星大全阳和柴奇姓 共同主演 大全阳饰演穷困潦倒的魔术师 被累击中穿越时空 与年轻时的父亲搭档表演魔术 找回生活重心 也弥补四十年来的心情缺憾 争执剧情在日本上映后好评不断 波兰电影《人生多美好》 改编真人真事 天舟男主角从小罹患脑性麻痹 因为肢体障碍被医生误诊为智能缺陷 她用尽方式为自己平反 终于展现她的聪明才智 本片勇夺波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等五项大奖 被誉为是难得一见的励志作品 这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凯瑞台北时间一号凌晨宣布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已同意 在加萨地区无条件停火72小时 这项停火协议得来不易 稍早 第五次印美战略对话 凯瑞在会后记者会 回答冲突越演越烈的加萨问题时表示 美国对于加萨走廊的停火协议 仍怀抱希望 但没有承诺 另外有史诺登揭秘的情资显示 美方长期监控印度人民党和印度驻美大使馆 印度外长对此向美方表示不能接受 台瑞是印度新政府就任后 到访的美方最高层官员 双方接下来的一连串互动 将会为9月底印度总理莫迪正式访问华盛顿普路 中央市记者何鸿如 新德里报导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赴日演出 总统夫人周美清受邀担任荣誉团长 31号晚间抵达东京 用微笑展现亲和力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此行除了在东京的两场演出 8月4号也将到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神品质保展 幻展仪式现役 周美清也将出席 合唱团团长马彼得说 能和总统夫人同行 倍感荣幸 是很荣幸 代表去一些东博 责任就会比较重一些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 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周美清原定6月底故宫文物首度复日展出时 出席展览开幕式 却因东博未依合约处理戒展文宣风波而暂缓复日 5号第二批县展书画即将展出 周美清的出席也将为台日情谊加温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 东京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 为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全球都为学者日前在维也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题研讨会 探讨一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魏格林表示 这个题目虽然冷门 但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最近几年欧洲的学者也好 亚洲的学者也好 他们发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仅仅是一个欧洲的战争 它确实是一个世界战争 与会的中华民国驻奥地利代表陈联军指出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向德国宣战 主要期盼提升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不料情势有所转变 最后面非常遗憾的是当在巴黎合会上面 那这个战胜国为了要讨好日本 所以后来把这个山东 就是德国原来在山东享有的权利 转让给日本 那日本又再提出21条因此后来引起了五四运动 然后甚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都是在因为这件事情的引起来 有鉴于中国大陆与欧战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维也纳大学在筹办一战研讨会时 也邀请了两岸学者共同参与 希望透过学术界的脑力激荡 让一战对中国20世纪前半叶 以及后续影响 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剖析 中央社记者林林 维也纳报导 欧洲桥界的年度盛世 欧洲华侨团体领议会 最近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桥委会委员长陈士奎 在看幕典礼谈到桥社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希望桥界体认桥务工作和现况的转变 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那么欧华年会走过四十年 在我们欧洲桥界的 欧华年会今年迈入第四十届 吸引欧洲各地的桥团代表踊跃参与 这次从各国报名人数是两百六十个人 然后我们奥地利本身有六十四个人 所以加起来三百二十个人左右 旅游桥包难得起居一堂 欧洲中山学会也趁这个机会 邀请立法委员黄昭顺和蔡锦隆与会 向桥包说明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现况 并且分析年底九合一选拒 外交部则选在年会开幕前夕 汉语会侨胞聚餐视角 场面热闹温馨 中央世界的玲玲 维也纳报导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同志大游行 常选在每年八月的第一个周末举行 堪称世界上最盛大也最有看头的 同志大游行之一 热闹的盛况可媲美万人空向的 荷兰女王节 今年同一天越南河内也将举办同志游行 虽然同志人权议题才刚受到越南社会关注 但影响力不容小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